在這張紙的旁邊 人 虛 他們的那一張哪給我看 我才知道怎麼告訴他們 不是啦 不是他的 那你他的 我幫他寫啊 好啦 那你就不用寫了啦 那是啊 應該跟我哪一張 好 來 我們重來 這邊寫人虛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呢 我們沒有跟你寫嗎 還沒有寫啊 所以我們是不是有給你 你的是color的啊 蛤 你為什麼 他的為什麼是color的 expensive啊 你們的都是黑白的 對不對 黑白的 硬錯了 讓我知道是哪個助理硬的 ok 好 人 虛 所以你這個是什麼 來 剛才舉手的人 你這個是什麼 你就寫在這裡 兩個字 這邊寫一個字 這邊寫一個字 上面這個天干的字呢 寫在這裡 地支的字寫在這裡 就對了 寫好了之後呢 兩歲 你就把兩歲寫在這裡 二寫在這裡 這邊藍色的哈 藍色的 看到藍色的嗎 藍色的代表著這邊寫什麼 你就寫什麼 聽得懂嗎 不懂的人舉手 你不要等一下講完你來問我 一個問題一百塊喔 我讓你刷十次 刷卡 好 誰不明白 明白啊 我們這個字很久了耶 我還沒有辦法走到來這裡咧 所以你們如果還是靜靜的 不要講話 你還是靜靜的話 那我就真的很慘了 你看我們那邊有寫稅數嘛 對不對 今天的很好啊 今天 八字看到嗎 你們複印的 我複印這張指給你們的 有沒有寫八字啊 原來是這樣很好啊 很漂亮 好 那麼大家萌萌萌萌的看到有沒有寫 那個叫睡 那個八字 那邊寫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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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什麼 睡術 有沒有 好 睡術 我們先從第一個字開始說 大家 大家一起 一起 看右邊 右中部 那邊有寫八字 有沒有 好 複印那一張 複印那一張 如果大家要快喔 因為我們今天只講 要差不多講 講到兩點就stop了咧 我只講一篇而已啊 我後面還有告訴你 你幾十會死欸 快點 OK 好 那個八字啊 八字的左邊 那兩個字是年 誰blur的 誰blur的舉手 不知道咧 你講什麼我 我聽不懂 有沒有 有啊 都懂啊 很好 好 那麼 那個旁邊 就是我們這樣看子喔 右邊 第一個字右邊 有寫歲數 對不對 你寫幾歲 你就寫這邊 你的命盤這邊寫幾歲 你就寫幾歲 好了嗎 好 那麼它的 左邊呢 你就算五年寫 算五年寫 你看到嗎 這個是算五年寫的 這邊是兩歲 二 五 六 就stop了 這個代表二 三 四 五 六 寫一個二就行了 這邊呢 從七又開始了 七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這邊就要寫十二了 明白嗎 如果我們寫兩個十二就麻煩 我們寫兩個十二的話 你看這邊呢 兩歲 三 四 五 六 這邊寫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這邊寫十二 十二 那就亂了 十二是這裡還是這裡 就亂了 明白嗎 所以我們寫七就行了 七 就代表你七歲 八歲 九歲 十歲 十一歲 十二歲 十一歲 這樣子的意思 都寫好了嗎 然後呢 這個字寫什麼 這個字上面 這個字是 那個字我看不到什麼字啊 數是嗎 好 歲數的 不是 歲數的上面 數對不對 數喔 那數呢 你就寫這個 人 然後另外一邊你就寫虚 因為你要看這邊寫什麼嗎 第一個寫什麼 明白嗎 以此類推 好 青色的在第幾格 一 二 三 青色在第幾格 好 青色在第二格的舉手 第二格 沒有 在第三格的舉手 第三 在第三格 青色的這個在第三格的 沒有 在第四格的舉手 好 第四格的人 你從這邊算起 一 二 三 四 第四格的人 你這邊一定要寫對喔 因為你現在在走這個運 第四格的人 你要趕快把這個給寫好 把青色那個抄來這裡 第四格的人 第五格的呢 舉手 第五格 第五格的人 快點把他寫在這裡 這裡是最重要的時候 走第五格的 走第五格的人 很重要啊 這裡 這裡就是你的 剛才我們說的嘛 這邊是什麼 命主啊 你的關鍵就在這裡了 十之八九州 第五格的人呢 要不呢 就是在第五格犯病 什麼癌症啊 什麼一大堆病啊 什麼好啊 不好啊 發財啊 富貴啊 就在這個 bank up啊 倒閉啊 就在這個 就在這個 所以第五格的人 把這個字 這個字 你看它是以嘛 它也是以對不對 第五格的人 要把這兩個寫好 這兩個可以寫好 明白嗎 知道啊 看你走在第幾格 如果你懶惰寫全部的話 至少你要知道你是走第幾格 好 所以記住第一格 代表這邊 第二格 第三格 第四格 第五格 第六格 所以第一步你要看大運 命盤大運的青色在哪裡 一二三四 在第四你就寫第四 一二三四 就這樣算 明白嗎 好 那麼明白了 就很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第二步 第二步呢 你看你們的 右邊 符印 符印給你們的那個右邊 那邊有寫大運的 有沒有看到 好 那個大運 你看這個大運 這個大運呢 它這邊寫幾位 對不對 幾位 那就是說你看 青色嘛 所以我故意放青色給你們了解一下 這個青色 這邊寫幾位 五行都跟你們打出來了 這四個很重要 這裡 行衝破壞很重要 很重要 都跟你們打出來了是嗎 然後底下呢 是幾歲到幾歲 都已經跟你們打出來了 明白嗎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腦子裡面要有一個印象 就是 三十二到四十一 這個上面 五年 下面五年 五年從什麼時候開始 三十二歲開始 五年從什麼時候結束 四十一歲結束 所以這個五年是什麼時候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三六 走到三六停了 又走這裡了 三七 知道了嗎 一六配對 二七配對 三八配對 也就是說 這邊如果是二 這邊就是七 這邊是二 這邊是七 這二七配對的 它是二七配對的 這邊是二 這邊就一定是七了 好 這個很重要 這邊 就是代表你現在在走這個運 有沒有人 舉手 有沒有人 三十二到四十一 這邊說的是你現在的年齡 有沒有人 我們給你的資料 不是你現在的年齡 比如說這個 你是幾歲到幾歲 四十一 這邊五十五十九 你看他看一下 你四十一歲 我看 那應該怎麼做 吞下去 記得泡一杯美露 吞下去 所以你看 不可以開始就這樣 焦的 你看就有錯了 不要再印顏色的了 顏色怕傷到眼睛 黑白的很好 OK 所以還有沒有人錯 有錯就要快點印囉 沒有錯 第三 是这个用神 这个用神 所以林伟峰他实在是很了不起 他把这个都做好了 你看这个是用火 这边也是用火 一定的 你们看你们的复印的左上角 这边是什么 火 这个就是火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因为单单只写火 你不知道 就要告诉你丙丁是火 四五是火 这些都叫火 这些都叫火 所以 你不要管什么 你先听 等一下呢 我们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哦原来是那么重要的 OK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复印给你的这个 用喜闲筹记呢 那边就告诉你 火代表什么 火代表丙丁 代表四五 火 土代表什么 代表雾脊 代表丑 丑和这个城 这是 这个的代表 这是代表 meanings 代表 OK 好来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 这个又是新的一个 那么 它呢 是从 这个 这个地方 好 123456 第六个 第六个 123456 走这里了 它八字走到来这里 走到来这里 好 那么 这个时候是几岁呢 54到 59 54 然后 你看54嘛 它就写在蓝色这个地方 54 到多少 到59 59到多少 59到63 所以只要你算清楚就知道了 59到63 54 55 54 55 56 57 58 它在走 幸运 这个呢 59 60 61 62 63 它在走 世运 这样子算 那么 心运和胃 心和胃 怎么样 世和胃 怎么样 不知道 等一下才教 先知道你在走哪一个运先 有没有人不明白 比较复杂 但是 你慢慢的去了解 是很容易懂的 就是因为八字 很繁琐 但是 它的开端 很繁琐 它到了中部的时候 很简单 然后到了要结束的时候 又很繁琐 其实跟人生是一样的 刚生出一个孩子 很繁琐的 还要做满月 还要做月 孩子要吃奶 又发烧 又感冒的 你看 很多麻烦 到人老的时候呢 也是麻烦 还要请塞工 好 这个过后呢 就要看 青色的在哪里 青色在这个地方 那么它这里是54到63 你看 这青色就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一定要注意这个 一定要注意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十年 因为这是十年对不对 十年对不对 十年如果你遇到了 老虎年 猴子年 猪年 生年 或者是老虎年 你遇到这个年 出现 那你的运就 会有所损伤 就是在 54岁到63岁 你遇到这个生肖的时候 你就会很麻烦 包括遇到的人 遇到的孕 你都会很麻烦 如果没有遇到这个 就好了 好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拿到表格的 你这里是几岁到几岁 45到54 45 50 对不对 那么现在你就是在45到54之间 对吗 好 那么 这里写的地支 你认识吗 会认识 这个代表生肖 所以这十年 你有没有看到 虚在这个地方 有 就今年 虚就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注意 你看他就能够提醒他 注意一下 前面道路有 obstacle 看你要不要换路走 还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很重要 这里非常重要的 好 非常重要 然后这里呢 这个地方 你看啊 大家要注意 这个叫用神 这叫洗神 你们的用神洗神 用神洗神 看photo step那一张 左上角 用神和洗神 如果你遇到这个 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你遇到这四个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八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在大运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看到 你这四个 或者这四个出现